音樂 那我想如果說 因為我們接下來是2024年 我們還會持續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如果說宋老師有給新的這個參賽者 那麼有一些實質上建議 不曉得宋老師能不能簡短的 再幫我們再回復一下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每一屆會越寫越好 然後越寫越精彩 因為我常常都說第一屆是超幸福 可是也超不幸 幸福就是說 你又沒有前人可參賽 你也沒有前人可參考 你就是一個開創者 可是到了第二屆 你有第一屆得獎作品可以看 到了第三屆 你有第一屆第二屆的得獎作品可以看 我是建議他們還是得先看 這些得獎的作品到底他們怎麼談 這是第一個 但第二個就是去框架 你要贏過他們 你要贏過前人 那你就不能複製前人 這寫作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模仿的階段 所以我們在寫作的教學裡 都會讓軒大量去閱讀 你覺得很棒的作品跟很好的題材 因為它是養分的輸入 可是一個好的作家 一個好的書寫者 接下來進入的是什麼 批判 我要這樣寫嗎 還是說這樣子的寫法 其實是我的聲音嗎 我要成為誰的複製品嗎 我要為了跟他長得很像 所以我不要我自己了嗎 所以剛開始都在模仿的過程中 你會成為一個可能想要的樣子 那接著你就會開始做自己 那第三個階段就是 你會回到一個這個參賽的簡章系統 跟這個書裡 你重新去想 當我進入了模仿批判 我要怎麼樣去做一個第三屆 我一個很不一樣的 一個示範得獎者的一個身份 我覺得一個書寫者就是把字提高一點 可是我在第一屆跟第二屆這個基石裡 我應該到第三屆了 我會有一個怎樣的寫法 跟怎樣的高度跟廣度 我不只有跟他們一樣有的這些元素 我又可以找出一個第三屆不一樣的寫法 然後帶給第三屆所有的讀者 一個新的一個新氣象 是了解 希望有了這個宋主任的講解 今年我們可以收到更多更不一樣的稿件